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把它们叫做扎根 优秀的人总是少说话 多做事 优秀的人总是在默默地做事中 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而不是在口头上大言不惨 少说话 多做事 是一种踏实和务实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方式 优秀的人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表达和承诺 而是会通过实际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他们会默默地工作和付出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做出最大的努力 同时也是一种谦逊和低调的表现 优秀的人不会因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而自大和傲慢 而是会保持一颗谦虚和低调的心态 他们会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同时也会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 与他人和谐共处 这还是一种责任和担当的表现 优秀的人不会因为困难和挑战而退缩和放弃 而是会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他们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不断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做出努力 管住嘴 沉下心 您就赢了 管得住嘴 是一种能力 沉默有时候 是为了更好的思考 更好的独处 管住自己的嘴 就能管住自己的人生 著名喜剧演员周星驰 在荧幕里耍宝搞怪 大家都被他的演技所逗笑 但是 其实他在私底下的真实生活 并不喜欢说话和搞笑 他更喜欢一个人呆着 不喜欢社交 话也比较少 从小 他就喜欢独处 妈妈问他要不要一起出街 他一般都会摇头 然后自己一个人看外面的风景 他报名考TLB艺人的时候 他妈妈就很震惊 问他 你三天都不说一句话 真的要去做演员吗 后来的六年 他跑了没有台词 名字的龙套 直到拍《大话西游》的时候 周星驰还想找导演拍戏 但并不是直接找他聊天 而是在导演的酒店房间 门缝里塞纸条 也正因这个机会 让他名声大震 网上有很多人评论他 诋毁他 攻击他 但是他不回应 一心做好自己的事情 他也做到了 让许多作品成为了经典 一个人懂得了管住自己的嘴 便拥有了强大的内心 不被外界诱惑所干扰 不被他人言语所烦心 懂的人自然懂 无需多说 无需争辩 也不去说他人闲话 好好做自己 让心里宁静如水 沉得下心 是一种智慧 人生 耐得住寂寞 才能守得住繁华 江树影曾经以专业第一的成绩 考进上海戏剧学院 毕业后很多朋友都在演艺圈努力工作了 但他自己却觉得还需要提升自己 于是选择去英国继续深造 但是到了英国却发现 他的英语水平太差 连一张考试试卷都看不懂 为了提升英语听力 他早上七点起来 去一家餐厅打工 连他妈妈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说 为了有一个语言环境 可以练习口语 站一天下来脚都磨破了 我不在乎 平时他会一个个英语单词 认真记忆学习 但即使很努力了 但还是没有多少进步 他在房间里也会大哭 哭完后再继续背单词 两年半的时间 他一个人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拿到了东因吉利亚大学的 传媒经济学硕士学位 还作为一个项目的大使 接待了当时的英国首相特雷莎 沉下心 时间才给你想要的答案 生命才拥有喜悦的泪花 有时候人太过浮躁 就会影响情绪和实际做事的效果 沉下心来 是每个人必要的修行 修炼自己需要一个过程 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只有脚踏实地的奋斗者 与人相处 有时候学会沉默 守住自己的心 才能更好地把控自己的人生 朋友诗语在大学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每天都在挥霍自己的时间 一天到晚就只会看剧 和朋友吃喝玩乐 睡懒觉 当时的他没什么理想和规划 就想着日子过一天是一天 后来毕业后 现实狠狠打他的脸 他经常在工作中出错 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只能做一些最基础的事情 拿了薪资也是别人的一半 也因为自己工作效率低 受到一些同事的指指点点 面对他人的嘲笑和自己能力的不足 他选择了默默努力 他才明白学习的重要性 后悔过去自己所浪费掉的时间 于是他痛下决心 从零开始学习 不断地去看书 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在每天早上 诗语都会给自己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并且按照计划 一步一步地去完成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 没完成当天的任务 他会把自己没完成的原因写下来 做一个自我反省 他说 我不想这样活着 如果我想要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不被人嘲笑的话 我必须努力变得优秀 不成功变成人 最终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完成了收入翻倍 能力也赶超了之前嘲笑他的同事 而那些同事也不敢再说他坏话了 沉住气做人 沉下心做事 才能在奔波忙碌中 稳稳地抓住自己想要的 在生活和工作中 我们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冲动 保持内心的稳定和坚定 无论是面对挫折和困难 还是面对负面情绪和情感冲突 我们都需要沉住气 保持冷静和理智 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和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学会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任务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只有沉下心 才能够真正地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学习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能力 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沉住气做人 沉下心做事 是一种耐心和坚持的表现 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学会耐心和坚持 不断地追求和努力 只有在奔波忙碌的过程中 保持一颗坚定和耐心的心态 才能够稳稳地抓住自己想要的 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 没有人为自己鼓掌的时候 做自己最坚强的后盾 总有一天会从量变到质变 默默靠自己悄无声息地努力 让自己成为那个卓尔不群的人 就像那句话所说的 你要悄悄拔尖 然后惊艳所有人 余生和梦想平等交易 与喧嚣保持距离 遇见的都是天意 拥有的都是幸运 愿满天星光沿途散播 长路近处有灯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只有千万个你 远离那些让你拨动情绪的事情 世上没有真的感同身受 面对其实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在夜里哭着 哭到头痛直到睡着 没有人能真的理解你啊 觉得去为你奉长作息 我一直都会期待 学花墙那都往不离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